刚才我们讲到 那个尊心佛性 那个变息 近西空变化性 充施整个宇宙西空 那要我们怎么来起瓜 有没有结晶 我们现在的人都要结晶 这个真的没办法 没有结晶 而且别人也当不上马 就是要自己本身 这个一步一脚印 自己本身的去做 在入手的时候 就是万有万象的不上 先把我们那个佛性的轮廓 先能够摸到 先能够知道说 我佛性就是这样 什么都没有的 哪一种灵敏 哪一种知觉 那一种佛性本体 你一定要先去了解 了解以后 你一定要让它成熟 不能说这样摸到你就把它摸去 摸到要一直给它熟 很熟 熟到已经 像说我们这样 摸到的饭桌就要吃 很祖联 祖联伪联 那个状态之下 已经很熟悉了 熟悉了以后 开始把它 这个用耳根眼筒 把它延伸 用眼根也可以 只要你 那个满眼 本灰色 都是文书 满耳本灰身 都是观音 所以我们的见性跟吻性 那都是佛性的本体 现在一个佛性 现在一个佛性出来以后 你看我们看着看 是怎么知道 知道就是佛性 我们听到 听到也了解 了解是什么 那也是佛性 那佛性就冲在整个 这个西空之间 非常宽广 因为如如不动 如如不动就是最不好体会 所以才会用那个照相机来收 照相机 你看我们按快门 这家 啊 箭头放动 洗出来相片 没火去 那就是因为如如不动 这家 哦 很清晰 所以我们那个佛性 也一样 如如不动 所以我们转火转得很快 看形象也看得很清晰 那个就是 他如如不动 整个空间都有 你看我们到哪个地方去 都不用带佛性去 哪个地方都有 有我们佛性 只要你看得到 你的佛性就在那里 只要你听得到 你的佛性就在那里 这个没有捷径 一定是要一步一脚步 而且别人帮不上吧 别人说 我修了一些给你 没办法的 一定要自己去 自己去体会 自己去修 自己去做 你到达那个状态以后 你就了解 哦 原来生理是假的 天地的物体 那我的 我就是佛 我就是如来 那个整个宇宙空间 全部都是 都是佛 都是如来 那一种状态之下 无知无觉 你有知有觉 都是生命 那个一定要自己做 从我们观点的观点 今天不是很开始 做起 可以到达 很殊胜的 啊 啊